酒馆吧台点了好几盏蜡烛 客人对影供此灯烛光 但这可不是浪漫的品酒派对 隔壁商店店员拿手机当电灯 用摸黑清点商品 商家趁着还有阳光时勉强营业 顾客也只能待在露天座位 但是入夜之后别说照明了 供暖当然也没了 我们必须工作在锅里面 我们可以在锅里面 已经连续好几天无电可用 只是俄军的火箭依旧 仅仅价格没完没了 光是11日整天 俄军发射66枚飞弹 只有一半成功拦截 俄军试图要切断电力供应 普清赶尽杀绝 然而专家却一口同声地说 做困兽之斗的正是普清自己 英国情报机关看随认为 疲惫的俄军已是强弩之末 普清的不安挣扎 让乌克兰人继续受难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